欢迎来到美厅,层次越高的人越会以貌取人。 常言道,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粮,然而实际上,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以貌取人。 蔡兰说,人绝对可以貌相,你的形象就是你的名片。 莎士比亚说,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是他自身教养最形象的说明。 形象,往往反映了一个人对人对视的态度和修养。 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和诸葛亮,两人都是名声在外,才是谋略不相上下。 却有一样相距甚远,那就是形象。 先说庞统,孙权一见到庞统,就心下嫌弃他长相不佳,形容古怪。 当问到真才实学时,庞统毫不谦虚。 说自己无所不能,甚至大言不惭地说,比大都都周瑜还厉害。 孙权大怒,拂袖而去。 后来,庞统与刘备会面,不仅衣着邋遢,而且见到刘备甚是傲慢,连基本的行礼都没有。 刘备心下不悦,最后只让他做了个小小宪令。 再说诸葛亮,当他得知刘皇叔等候多时,立即起身,然后转入后堂更衣,衣冠整洁出来相迎。 只见他身长八尺,面如官玉,头戴官巾,身披荷场,飘飘然,有神仙之感。 此等风华气度,一见面就让刘备心下折服。 人与人相处,第一印象很重要,而又多半取决于外在形象。 它包括五官,身材,衣着打扮,还有言行举止。 一个形象好的人,往往拥有更多的机会,更容易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 求职时,衣着得体,外表整洁之人,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。 社交聚餐时,衣着光鲜之人,往往自带话题。 就连孩子交朋友,大人也会干涉说,不要和邋遢的人一起玩。 对于陌生人,则会习惯性地对着装得体,谈吐优雅的人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善意。 从一个人的形象,基本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,品味和当下的状态。 你的形象,就是你的名片。 二,你的气质,就是你的经历。 《倾城之恋》中说,你的气质里,藏着你走过的路,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。 每个人的气质,都不是与生俱来的。 经历过的人和事,读过的书,都会落上痕迹,演化成现在的你。 史说新宇,有个小故事。 曹操平定汉中,班师回朝后,匈奴人前来拜见。 可曹操却让一个大臣假扮自己。 一方面防止意外,另一方面借机观察匈奴人的诚意。 匈奴使者并未看出一样恭敬的像甲曹操行礼,而真曹操则站立一侧,手握钢刀。 事后,曹操派人询问匈奴使者对魏王的印象。 使者答,魏王威严且儒雅。 不过,旁侧的握刀侍卫,乃英雄也。 威严儒雅,真英雄说的都是一个人的气质。 假曹操是尚书崔眼,素以博学夺食,正直不阿闻明天下。 威严儒雅四个字受之无愧。 而真曹操,即使是侍卫打扮,也是顾盼自雄,霸气外露。 气质,是一个人跃尽繁华,历经沧桑之后,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。 有人见惯了大风大浪,站在台上讲话时,往往自带气场。 有人手握实权,另行禁止,往往不怒自威。 有人学闻广博,明里手里,往往不卑不亢,让人感觉温文尔雅,平易近人。 气质源于阅历。 一个人的气质,就是他的故事,他的思想,他的追求。 说到底,气质就是一个人的实力。 你的气质,就是你的经历。 三,你的长相,就是你的灵魂。 古人云,命由己造,相由心生。 相由心生,从来就不是一句戏谑。 一个人的长相,往往就是他灵魂的样子。 听过一则小故事。 有个画家,想要画一佛祖,一魔鬼,两个形象,以警醒世人。 他踏遍各大寺院,终于找到一个让他眼前一亮的僧人。 只见这位僧人打坐时,神情安详,气质清明,让人顿感安定,心向往之。 于是,他与僧人商议,并许诺了丰厚的报酬。 三个月过去了,画作完成,举世皆经,画家一举成名。 而那个僧人,也如愿得到了重金仇谢。 此后,画家又开始筹谋画魔鬼,然而,怎么都找不到满意的。 时隔两年,画家去监狱寻找,一眼就相中了一个关押者。 不料,画家刚提起此意,关押者就放声痛哭。 原来,他就是两年前佛祖的原型人物。 那个僧人在拿到报酬后,下山花天酒地。 钱花完了,欲望却越来越大,最终沦落到偷盗,抢劫,无恶不作,锒当入狱。 同一个人,山上诵经是佛,山下作恶是魔。 相逐新生,相随新传,一个人的长相会随着心念的改变而改变。 四十岁前,形象多凭父母的遗传决定,四十岁后,长相全由自己的作为塑造。 岁月的沉淀,雕刻着善恶美丑的面相。 面相,是一个人生活的投射,是岁月的馈赠。 张柏林曾说,人可以有霉运,但不可有霉相。 心中有恶念,则面恶,心中有善意,则面善。 行善事,说善言,存善念,自能修的慈眉善目,贵其自显。 走过半生,你的长相就是你的灵魂,也是你后半生的命运。 订阅美丁,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 祝你生活愉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